政治人物私底下都是什麼樣子呢 真的是像電視上演的一樣優國優民嗎 今天五包新聞我們來聊一聊 政治圈的辛辣秘密 今天邀請到的人物是 任職已經10年的南加核桃市市長 聯邦國會第38區的國會議員候選人秦振國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秘辛 因為這個事情一般是你看不到 甚至連記者都查不到 真的跟他講的一樣嗎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秘辛吧 政治圈有沒有什麼秘密 然後是我們一般的人不知道的 然後是只有在那個圈子裡面 才會了解的東西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秘辛 因為這個事情一般市民看不到 甚至連記者都查不到的 大概在五年多前 我參加過一個會議 那個時候川普總統才剛剛上任 那麼上任的時候 當然就是說有一些反抗力量 其中有一個會議 有幾百個官員參加 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麼他在會議的主講人 他說我們要跟聯邦政府對抗 因為聯邦政府對抗就是讓這些 沒有政見的這些犯罪分子 不要讓他遞解出境 這樣我們城市會更安全 所以等到他整個講完以後 當然我就覺得非常的納悶 因為這個跟邏輯跟我們理解 跟常識都不合 所以我就舉手八問 我請問這個主講人 我第一個舉手的 我說你有沒有任何的證據 或是任何的研究 來告訴我說你講的是事實 結果他竟然講不出話來 他就結巴了 我第二個馬上舉手了 我說請問因為這些人呢 你就要跟不跟聯邦政府合作 遞解出境的話 第一個這些人是無證的 所以代表他也不能夠正常的上班 那麼如果說他犯完罪以後 你把他放到我們城市裡面來 他不能上班 是不是很可能他要再犯罪 來支持他的生活 這是不需要一個很科學的研究 大家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如果說好好的把他們處理的話 不一定完全遞解出境 甚至你有一些處理後續的措施的話 當然犯罪分子少 犯罪就會降低 而且監獄不會人滿會壞 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這是我第二個問題問他了 他又假不出話來了 我馬上第三個舉手 我就第三次舉手 後面開始很多人就指著我 就開始罵我 他說你是川普支持者 實際上那時候我是無黨派的 我的責任就是我宣誓就職的 我的責任是對每個市民的安全跟服務 我是有責任的 所以說那一天當然他整個會議 他大概縮短了半個鐘頭 可是我們在走出會場的時候 大概有三五個人跟我說 他說你幹得好 你知道你在問什麼 可是絕大部分的官員 不但沒說話 甚至支持主角人的講法 對我來說 是有一個政治目的 你想想看我們去參會的時候 這個會場誰包辦的 我們吃飯誰負責的 當天晚上當然還有人 可能去打高爾夫球 或者是追逐在那邊 誰負責這個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有一些政治操作 我希望大家 我把這個秘辛跟大家說 我是很負責任的說 大家真的要睜開你血量的眼睛 看看你支持的是什麼黨 什麼人 等一下 這個加州的 人的眼睛真的要 可能要去配眼睛 再講一個秘辛 這也是我在從政之中 看過非常多次的 你看現在常常我們講說 賈斯康這個縣的檢察官不辦案 賈斯康是選上的 那當然你用罷名這種方法 可是如果說一個官員 他是被指派的 他不是被選上的 他如果不做案 比如說一個警察 警察的一些官員 或是在一些指派的一些官員 他如果不做事的話 請問你有什麼方法制裁他 好像沒有吧 我自己想了半天也想不到 像Dr. Fauci 這樣子我們就沒辦法去動他 打一個比方 像一個官員如果他的職位 是在警察局長之上 或在他們整個市的 其他行政的官員之上 他只要犯的事情 不要超過太多的刑法 其他的單位會介入的 那請問你有什麼法 可以治得了這個官員 治的方法是非常少 對 所以說呢 希望大家睜開雪亮眼睛 要監督這個官員 監督每一個官員 才不會有這些議題發生 我相信在很多年前 各位有看到 在官員的時候 因為有些時候他們對自己的福利 可能會就是說 一般來講 加州州政府他有個法規 在地方政府的福利 一定會受到控制的 因為法規的關係 所以有一個城市 他們就製造很多的這種開會 每個開會就可以拿到一個補助 所以他們的城市是一個很貧窮的城市 我相信大家可以印象深刻 大概是我講哪個城市 他們就開了各個大大小小不一樣的這種開會 自己就自肥了自己 就是拿了非常高的補助或是薪水 曾經我們這邊有一些會議 它也類似如此 所以我認為這是不合理的 有些這個會議 可能一分鐘兩分鐘開完 他們也算是一個會議 他們就得到這個補助 是喔 他不然要到場嗎 有些時候是線上開會 但是不是所有的開會委員 都是有這種福利 某些開會的時候會有這些福利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眩亮眼睛 不要讓這些官員能夠製造法律來自肥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我們的官員幫我們在supposedly 代表我們這些人 他們有沒有在浪費錢 浪費我們的資源 當然就除了看他 就是你要看他制定的法律 你可以這個是可以查到的 這是一個公開的一個訊息 還有在官員之中 在每一年每一季度 我們都要去 我們收到的禮 或是說有去吃飯的時候 我們必須都要按規矩要填表 但是很多官員我們看到 他也沒有填這個表 但是我們自己的話 表都是在我們市政府 或是在我們服務的單位的話 都是公開的訊息 你們可以去調一下這個資料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真的是每個市民 都要好好做一個homework 某些人支持的時候 當然這些候選人 可能對人很可愛可親 或者常常出現 或者說可能看起來 就是比較親切 來支持他 不 你一定要看每一個人 他做過什麼事 投過什麼票 然後呢 他能夠再對我們做什麼事 來決定是不是對這些人支持 那我再很快講一下 曾經因為我們在官員 在交流中 跟很多官員有交流 那當然朋友會蠻多的 我們可以做為朋友 可是在政治上 那我不會支持他們的理念 因為就是他們的作為跟不作為 會直接影響到我們所有的居民 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要好好的做功課 不要因為就是人長的帥 就選他當州長之類的 或是親戚某某一些人的背書 然後你去投誰 並不是因為背書有用 因為背書的話 就是政治有聯盟的話 要背書得到的話 是蠻簡單的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然後他們支持的東西 很明顯是錯誤的 就是你不管用什麼方式去思考的話 你都知道說 這東西不合理 doesn't make sense 如果你剛剛提到那個 非法移民放進來 然後我們的治安會變好 一樣蠢 你覺得他們是真的不知道 這個方向是錯誤的嗎 還是說他們是因為 某些政治的目的 還有一些政治的利益 所以說他們才會 刻意去支持那樣子的法案 好的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分成幾個層面來回答 政黨呢 確實有政黨的走向 這個是一個在加州州政府 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如果下次 如果你有機會去參加州府的話 你會看到有些人的辦公室 是在廁所旁邊 因為政黨有一個規矩 就是說如果說你不聽黨的話 因為你是民選的 黨對你的約束 並不是這麼大 如果說黨有些規矩 或說有些政策你不推的話 他們就可以把你的辦公室 搬到廁所旁邊 這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秘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前一陣子我參加了一個辯論會 這辯論會當然是可能有五個 是民主黨一個是共和黨的 那這些民主黨都聽到他們自己 介紹自己的整個成長歷史 他們也是從小時候求學 然後一路上開始很辛苦打工 到今天的這個成就 可是在整個成長過程中 他們因為教育的關係 跟他們正常關係 他們腦子都被洗腦了 在講的時候 好像跟我們的一般生活 也差不了太遠 可是在有些議題上面 尤其是在這個社會資源上面 其中我上次那個演講 五個民主黨的這些演講人 或是辯論會這些參選人 他們呢竟然說 我們加州的稅付的還不夠 我們要更多的稅 更多的遊稅 更多的稅 我們才能夠支持 所有的地方建設 我一聽就傻眼了 誰給我站出來 對 但是這些議題呢就是我認為這個是 他們對本身這個認知不齊 就是沒有很清楚 而且整個被洗腦 他們沒有去研究這個浪費 這個整個經濟的這個政策 這些資源的這些上面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 但是他們講話的時候 聽起來非常誠懇 他們也相信他們這個做的是正確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對教育上面 希望能夠做些幫助 就是因為他們整個洗腦道 他們很難看到 但他如果說在可能再花一點時間 再過若干年可能他們就開始就會清醒了吧 所以是整個幾個層面的 黨的也有 整個教育也有 當然也有可能是他心裡面呢 就是說這麼想的也有 那曾經在跟各位很快報告一下 因為在賈士康這個不作為方面 我也跟很多城市的官員 希望能夠得到他們認同 說我們要對這個賈士康他不辦案呢 來對社會環境自然的這個重大影響 來做出一件貢獻的時候呢 想不到他說 這個跟我們城市沒有關係沒有影響 所以呢我們就對他沒有作為 對我來說的話 他們第一個就是可能呢 政黨的影響很大 第二個就是因為他們以後的將來 如果說你跟政黨或是說 同黨的去打對他的話 可能他們以後從政路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不應該是我們的考量 我們應該考量就是人民的無力 對我們做立法的出發點